我們的這個草圖 是不是還要得介紹一個 你講的時候可以說一下 你的考慮 因為我們昨天花了好久 我覺得不能白弄 不能白弄 太善良了 就是你感覺 這個東西它有點 太激烈了 對 這是一個概念 那沒問題 我覺得可以 對 可以給你 放個角圖 就放個角圖 就這樣 就像一下給你 放個角圖 行 你覺得這樣行嗎 可以哥 真的咱們現在把它搞完 你就不用問我 可不可以 就是你覺得可以就可以 行 小馬現在很想剛剛那個老師再過來一趟 任哥 任哥 還有十分鐘可以碰嗎 他們是做完了 開始準備介紹了 是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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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真的 他就想让自己的多一些 然后能得一二 对 被看到 他还是压力太大了 小马这种性格 我估计已经到 他那个忍受的极限了 然后实在受不了 他就请外援 不好使 问题是最终有没有改变到 结果是没有吗 所以就还是不好使 这若杨也挺厉害 带教老师 就说完了 好嘞 然后继续干自己的 我神奇的一个人 问题是他 他永远那个点就是偏的 但是他又一投入吧 是百分之一百五十 对 他的视野就是一个管道视野 他只看这里 然后关键是他又熬夜 他又不回去 他就拼了命地努力 但他是就是错的 拼了命地错 就你 他就会让你很不忍心 我会忍心的 你的职场当中 是有碰到这样的员工吗 就是这种职场轴 没有 如果遇见的话 反正不会有第二次 那万一就是他走了 但是事实证明是他对了 你怎么办 那如果有案例的话 就是他的 他的这个历史数据比我好 那我就不跟你调论了 我只看结果 大家身边有这种吗 就是合作的 上这种职场特轴 没有 没有 杰克也没有 我 我顺不上轴 我可能在想 因为我刚刚在看小马和 任柔阳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点像 有点像我的两面 其实我很想直接 所以我很羡慕那种很直接的人 我记得我有段时间是 其实大概是2007年的时候 就所有人都在 不允许我去做一件事情 觉得你绝对这个事情只有 你不可能有成功的一天的 结果我自己还是觉得 我应该要做这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 对我来讲很重要 最后还是证明我是成功的 所以我看到那个 任柔阳的时候 就是也是为他担心 然后也是又希望他成功 但是所以我觉得 其实在这一组里面 我觉得 其实小马是要比柔阳更遗憾的 因为我觉得柔阳这一组 就算失败了 我觉得柔阳没有遗憾了 因为他用尽了 他所有的能力了 但是小马一直在退让 一直在退让 但他一直没有去正常的 有效的去沟通 直接的去沟通 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个结果的 失败是不可控的 所以我觉得他是很遗憾的 因为以前我们骑自行车 你那个特别轴的时候 你就得加点油 所以好的策略 应该我认为 是叫可轴可油 你知道吧 就是你碰到一个轴人的时候 你应该变成油一点 你应该让他润滑 让他那个轴能转得更灵活一点 然后你碰到的 就是需要你轴的地方 你就轴嘛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 就是轴它不一定是个坏的事情 就是关键在于怎么用它 对 就这个人用在什么位置上 用对了它好 他用错了它就是个短板 对